嗨!各位Menskine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又要來開箱 不好意思,因為最近真的太忙了 而且天氣不是很好 其實我們上次說拍公路車2.0 為什麼當時還沒看到影片 原因是因為連續的兩個禮拜五天氣都不好 上個禮拜五我們已經都出發到目的地 可是在下雨 等我們離開的時候呢,天氣放晴了 真是... 我們最近呢,開始 為了讓影片能夠充實一點 那之前我有講過可能會讓 Vlog的影片會開始有一些開箱 因為我身邊 有太多太多的新產品 那所以呢,我想說跟大家分享 那我不知道這樣子的內容 各位喜不喜歡 最近嘗試開始拍一些新奇的東西 那像明天呢,會有一個更... 明天也會有一個更新奇的內容 那希望明天 這個影片剪完之後呢 上傳可能要明天或後天吧 那希望一切能夠順利 總之呢,請各位 再繼續支持我們新的內容好不好 我們也知道很多 這個粉絲朋友一直在問我說 阿什麼時候會有公路車影片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請相信我 我們非常希望能夠多拍一些公路車影片 但是你要知道 拍公路車影片不是像拍一般開箱 東西打開拍一拍,剪接就好 光騎公路車這件事情 不要拍,準備動作就要很多時間 再來又要天氣 更何況如果我們要拍一個 Rawbike 2.0這樣子的節目 要花費很多的時間 包括工作人員、地點、經費、道具 全部通通都要準備好 萬事俱全 只差一個可能就拍不成 所以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當然我們會很開心 有一些粉絲朋友一直在期待 我們能夠多拍一些公路車的影片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多拍一些公路車 但是,換句話說回來 如果我一直拍公路車的影片 那我的頻道會變成是公路車頻道 這樣子對我的頻道來講 不一定是好事喔 好不好 我們會希望說我們分享的內容 大家都會喜歡 不一定是公路車 當然我們會盡量讓公路車的佔的比例 不會往下掉 甚至有機會可以成長 那只是我真的要表達 讓大家知道說 拍公路車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它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好吧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麼東西 之前呢,我們一直在拍開箱 然後呢 有粉絲朋友跟我們講說 Ellen哥,你應該準備一隻比較好的刀子吧 每次都看你用美工刀或剪刀 各位的留言我都有看到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就來開箱 在還沒開箱之前 我還是沒有一把好看的刀子 所以我用剪刀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在皮西紅上面買的 這是我們威廉建議我買的 他上去找 哇 哇 唉唷 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怎麼是黑色的 那時候看到是黑色的嗎 戰術骨架折刀 這個刀子拆了之後 就很多東西要開箱 要小心喔 等一下割到 哇 這裡前面呢 還有一個保護這個刀尖的部分 對喔 這應該用了武俠小說那種 心 哇 這個是一個 這是等於是戰術小刀 這個東西 聽說這個刀子 削鐵如泥啊 是真的嗎 這個我們來切切看 切有什麼東西可以切 切就好 用哪邊切 用這裡切 我這樣 應該蠻 這裡是 他這個地方是可以 用鋸的 喔 欸 我很輕鬆就可以這樣子 你看 哇 你是不是那個 請問模仿這個是效果好不好 一般這個最主要是在野外求生的時候 可以用到 這個地方 譬如說可以鋸這個木頭啊 木屑啊 你要 譬如說你需要做一些 在野外求生的時候 或者你在野外的時候 譬如說你要削任何的東西啊 甚至也可以來當作是水果刀 好不好 那 他這個地方可以折疊進來 是怎麼折 直接折嗎 應該是有一個機關吧 他這個是這樣子 這樣子 折起來 打開是這樣子 這樣子 打開是這樣子 這樣子打開 收起來的時候呢 收起來的時候 這裡有個彈片 這裡 這個地方 不過我不知道我這樣操作方式 對不對 就是這邊 壓去對不對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他頂住這裡 這裡往下壓 壓去之後對不對 壓去的時候 刀子就折進來了 刀子 刀子就折進來了 這樣子 好酷喔 我終於有一把刀 好 今天呢 我們買到了這個 專門以後要來開箱用的刀 那我們現在來做什麼事情 所以以後 我們開箱就可以用這把刀 那我要來拆一個東西 嗯 來 對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是多久也就這樣 7月13號就寄到今天幾號 已經放了兩個多月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因為我最近之前一直沒有機會可以開箱 這個東西呢 要先感謝一個人 就是鹹魚爸 鹹魚爸 各位知道嗎 也是一位YouTuber 然後呢 他在YouTube裡面呢 常常在開箱新東西 電動滑板啊 空拍機啊 攝影機啊 所有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訂閱他的頻道 在影片的下方我會放一個連結 各位可以去訂閱這鹹魚爸的頻道 那首先要感謝鹹魚爸 之前呢 我有曾經詢問過他一個問題 然後後來呢 他就說他多餘的這個 Mavic的這個 空拍機的護槳 我們的空拍機 不是有螺旋槳 然後他旁邊會有一個 保護那個護槳 就是說你在室內拍的時候 或者拍的時候 他如果打到人 或打到牆壁的時候 那個槳不會去打到 才不會斷裂 那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我們把它打開好不好 就用我們新買的刀 好 鹹魚爸 第一次這把刀要開刀 不是拿你開刀 是把它 獻給你 寄給我 送給我的東西好不好 這個刀子真的很利 超利 這個是護槳 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是鹹魚爸送給你 他說他多的 然後送給你 鹹魚爸謝謝啊 謝謝 感謝 可是呢 我們要把它裝裝看 我們現在裝他怎麼裝呢 喔 我知道 這個腳要先拔起來 這個打開之後對不對 打開之後呢 這樣子 放上來 這個支架 再放上去 然後煮 煮起來之後呢 這扣完再去扣起來 好啦 這個就是裝好的 變好大的台 這個像不像那個啊 野外的那個蜘蛛 裡面的蜘蛛 超大台啊 你看 這麼大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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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這麼大一台 天啊 不過這樣子呢 你在飛的時候 在室內飛 因為MARFIT 可是可以在室內飛 但是你如果沒有裝這個東西 你的槳呢 打到牆壁呢 就會斷掉 就會掉下來 像你如果裝了這個東西 打到之後 不會掉 還會繼續飛 只會碰撞一下 可能又回來 碰撞一下可能又再回來 好不好 所以要試給你們看嗎 不要 不要 對 還是不要啦 所以呢 感謝鹹魚爸 那這個東西呢 現在如果要買的人呢 咦 鹹魚爸有沒有在賣 我不知道 各位去問他 好不好 或者上網自己去找 對 跟大家分享這個 然後呢 現在我們要去 拿一個很邪惡的東西 走 Woo 下一站 阿 這個是剛剛去超商取貨拿的 然後呢 我先開箱給大家看 就是 買了什麼東西好不好 這個是 在拍賣網站上面買的 這個顏色我滿喜歡的 而且 它有這個迷彩 我喜歡這樣的感覺 然後之前都知道 各位都知道 我有一頂紅牛的帽子嘛 那我想說 那一頂也戴一陣子 然後想說 今年冬天的時候 可以換換這一頂試試看 所以呢 我們來試戴看看吧 然後就這樣 好看啊 這個顏色如何 這是平帽 平帽比較適合這個 年輕人 但是 我其實我比較喜歡棒球帽 但是我沒有找到棒球帽 但是我沒有找到棒球帽 我喜歡的 再開另外一個 這個我想非常久 之前一直捨不得買 尺寸應該是合我的 哦 帥不帥 怎麼樣 帥不帥 這個是 紅牛的這個外套 車隊版 這今年冬天就 穿這出去 會 帥死了 你看這上面還有這個 很多贊助商的logo 那不是贊助我 是贊助紅牛 這個是 官方的版本 這 我在 也是在拍賣上面買 我本來是要在 紅牛的這個 F1的這個 官方的 他們自己的網站上面買 但是 因為從國外買 好像沒有比較便宜 雅虎拍賣上面找了一下 大概搜尋一下 找一些比較有信用的買家 然後就跟他買 那 這個 最主要是因為我自己 喜歡看F1賽車 你看這個背後 好看嗎 帥嗎 帥 超讚的 再搭配這個帽子 帥不帥 好啦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好不好 阿倫哥手上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拍開箱 只要各位喜歡看 我都盡量拍給大家看好不好 那 我會盡量 拍一些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的產品 那 當然 每個東西不可能討好每一個觀眾或者是粉絲 那 總之 我們取得最大光約素 那 也感謝各位支持我們的粉絲專業 我們粉絲專業 最近 粉絲加的數量比較少 宣傳一下我們的粉絲專業 我們的粉絲專業呢 在底下的連結都有 然後還有 Instagram 都可以加入我們的Instagram 成為我們的粉絲好不好 希望我們的粉絲專業可以趕快破萬 我們的粉絲專業一直停在9000左右 一直都沒在動 好不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明天呢有一個更精彩的內容 那先不要跟大家透露 後天如果天氣好 Rowback 2.0就有機會拍 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掰掰啦